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來 我是張老師,來 我們今天談的一個主題 就是《易經》第十卦 叫做天則呂 一般來講,這個卦相當相當的好 呂卦 如果你有沾到呂卦的話,這個相當好 呂卦它的卦詞怎麼講 叫做呂虎尾 不疊人 不疊人 亨 什麼叫不疊人 亨 這個問題在跟你講的東西 講什麼東西 富貴險中求 有沒有,以前有人不是講話很臭屁嗎 無本無心求富貴 誰知富貴破人來 誰講的 隨揚帝 隨揚帝他講,其實隨揚帝的文章寫得很好 但是沒辦法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候沒辦法 也就是真的人生 就像逢唐逸老,離廣南風一樣 有時候人生無奈也知道嗎 死印不計,命印多船 逢唐逸老,離廣南風 驅甲宜長沙,非無勝主 穿梁紅於海取,啟罰名死 所在君子安平,達人之命 我剛念的是那個窮的 那我現在講的 無本無心求富貴 誰知富貴破人來 隨揚帝 那他,無論是你現在是 懷財不易 大財小用 還是被人家埋沒 這個掛在跟你講 講什麼 這次掛沒有跟你講很多道理 開宗民跟你講 抓著老五的尾巴 然後老五沒有辦法把你吃掉 然後呢 急 100分 這個時候你要進入一個思考 你是瘋了嗎 你沒事去抓老五尾巴幹嘛 你抓老五的尾巴 跟我們中國人講的 披龍之逆鱗 聽說那個龍下面 煙喉下面 有逆鱗 你不要弄到他,他會生氣 因為他 龍這下面有一個那個 煙喉 你把他弄到他 他會吐 很生氣 所以龍 聽說龍容易生氣 在下面這個逆鱗 所以我們常講 你看他很勇敢 批 皇上之逆鱗 就說你把他抓 你知道嗎 抓這裡 聽到 一般來講這裡不會啦 其實如果你是 不是你是 你看一般的 狗 貓 跟那個什麼東西 跟那個馬 一定要摸這裡 因為他小時候他媽媽最喜歡用舌頭舔到這裡 養馬的都知道 馬一定要這樣拉著馬 馬在這裡拉著馬走路 然後所謂拍馬的脖子 因為你拍那個過程當中 他會想到他媽媽 他媽媽就小時候用這個舔他的嘴巴 所以要注意你跟狗一樣喔 狗 不是只有摸頭 狗要摸他下巴這裡 跟他脖子這裡 跟他摸 貓一樣 當然頭要摸啦 那個本來就是摸摸頭 這裡可以摸 但是龍不可以 聽好 老師沒有摸過龍 所以不能跟你答案 現在講這個掛 有時候你們去買這個來抽 你知道嗎 還抽了 哎呀 天哲裡呀 什麼掛 這個很好用 比抽拍子好 再過來天哲裡講什麼 為什麼他會想 你抓著老五的尾巴 老五為什麼不咬你 第一個 你為什麼抓老五尾巴 第二個 老五為什麼不咬你 你想這兩個原因 你今天要抓老五尾巴 是不是要證明什麼事情 有啊 虎甲虎威嘛 那個 一手一眼有沒有 Esofable是不是 就不是講那個 虎甲虎威的故事嗎 中國人比較厲害 人甲虎威 有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 東西文化都一樣 我們這個是三千兩百年前的事情 三千兩百年前 就有六十四卦周文王 那個Esofable 才這幾百年而已啊 你看我們中華文化 真的是 博大精深啊 如果要做一個 東西文化比較 我跟你講 全世界各國都在 剽竊我們中華文化 因為我們有know how 這就是來源啊 第一看我們書寫得很清楚啊 人抓著 人抓著老五的尾巴 人甲虎威 結果那個人在後面跑出來 所有人都跑光了 以為人才是主人 那為什麽 他又加一句 你抓老五尾巴要注意啊 注意什麽 不要讓老五吃到你啊 如果你有辦法抓老五尾巴 一 二 老五沒有辦法吃你 老五沒有辦法吃你 叫急 那老五為什麽不吃你 第一個 他吃不到你 第二個 他根本不想吃你 在講這種策略喔 他為什麽吃不到你 因為你也很聰明嘛 有沒有 以前那個曾國凡的兵劍啊 寫了一本看命的書有沒有 哇那每天曾國凡 每天就這樣啊 在那裡喝茶 像老師這樣喝茶有沒有 結果曾國凡講了很多的幕僚 就把那個幕僚找過來 有人叫師爺 他叫幕僚來來來來 各位看看 你看 我小珍珍啊 跟那個李鴻章那個小李啊 還有 還有那個啊 那一些人比起來 還有彭玉琳 那個小彭彭比起來 我們三個誰優秀 注意聽啊 當領導在講話的時候 你就要 你就要非常的省時度勢 哇 你看那個下面的人 真的不愧是幕僚 馬上說 齊品大人 有沒有 他說真功威猛 人不敢欺 真功的英明 人不能欺 想一想再加一個好了 因為中國人積為偶數嘛 積數好了 為什麼七言結績五言結績 再想真功仁德 糟糕 慈窮 真功 真功威猛 雄壯威武 人不敢欺 真功很爽 真功的精明 你的頭腦太好 頭腦太好 太好了 太棒了 smart 人不能欺 人家欺騙不了你 真功的仁德 慈窮 真功仁德怎麼樣 那個真功人就說 我正好在飄飄然 不要讓我不爽 趕快趕快 真功仁德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沒有人會講 真功仁德 結果外面有一個人 剛好在做那種文案的書記官 他就講了 真功仁德 人 不能欺 就是你太仁慈了 道德很好 人家捨不得欺你 真功就說 剛剛那個是誰 幕僚趕快說 他是剛考進來的 平等考試 市級考試及格的雇員 真功仁德 當然這個人因為講這句話 不久以後 轉到那個揚州當那個什麼 鹽的轉運時 鹽運時 清朝的鹽是戰略物質 現在很多人在講什麼疫苗是戰略物質 鹽才是 人不吃鹽會 頭暈暈 所以以前不管你是官軍 還是匪軍 就是那個強盜 他就看你每天補充的糧子跟鹽份 所以清朝是很有系統管制鹽 鹽是戰略物質 也就是說 你大概鹽消耗多少 一個人消耗多少 一個人消耗多少的初步 消耗多少的鹽 這基本事情 大概就可以推估 這些人口有多少 講的有一點鹽了 也就是說你如何讓這隻老虎 不咬你 不吃你 還是捨不得吃你 這隻老虎你只要把牠想做真國凡 現在這些幕僚 就是躲在真國凡後面嘛 有沒有 人假虎威 幕僚就假真國凡是真威 騙吃騙餓不管你怎麼弄 所以這個很重要 一定要弄一個稻草人 嚇人也好 再跟你講 你要抓虎威可以 聽好 沒有三兩三 你不要上兩三 聽好 你要腐爛可以 要有相當的歷戀 我不是跟你講嗎 你要有南威之龍 乃可以論其俗諺嘛 要有那個龍拳之力 乃可意義斷割 你又不是以天劍 開口閉口 你就要跟屠龍刀對幹 你算老幾 要有以天劍 才有屠龍刀嘛 這個叫做平起平坐 再跟你講這種戰鬥理論 聽好 戶櫃可以顯中求 可是不是盲目的 你要考慮的東西很多 在古代 戶櫃要顯中求 講的是兵馬前糧 現在講的是道天地降法 為什麼包括這個 疫經很多人在學 包括一些 企業的領導 一些國家的領導 一樣 他今天要用一個人 他不能諮詢諮商啊 比如說 我要用這個小張 小張張小張子 來當一個財政的負責人 財政的領導 擠還是兇 我不能去問啊 這叫泄滅 因為古代的那種領導人 就是要天威難測嘛 懂不懂 那當然 等到下潮了 大家下班回去 他偷偷搖這個 哎呀 我現在請那個小張子 當我們公司的顧問集 還是就一看 哎 這個人算聰明 不過 這個人很容易 人假虎威 騙之騙呢 所以這個話可以看得很精準喔 也就是說你目前的狀況 你聰明是聰明夠 不過我還是那句話 聰明有時候會被聰明誤 人還是要回到道德這一塊啦 你沒事去抓什麼老虎尾巴 你沒有事去批什麼龍領 龍的逆領 因為第一掛前掛在講龍 第十掛在講老虎 所以你聽聽老師的易經喔 我跟你講很很爽 這個就好像那個什麼 就好像那個連戲劇 你知道嗎 講故事 好像一所一言 你注意看喔 有時候會講動物 你知道嗎 有時候會講馬 有時候會講牛 所以你看我們中國人 他喔 很多偉大的哲理啊 都放在那個細微的地方啊 但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聽好 萬一你有一天 跟到一個很厲害的領導 你展現你的才能不行啊 功高震主 你不展現才能 會怎麼樣 誰你你 這個時候 何時該展現 何時不該展現 去看看那個雍正的 雍正旁邊那個張廷義 有時候該講 有時候不該講 講實話誰不會 不講話誰不會 我跟你講 人不可以說實話 一定不可以說謊話 不能說狠話 不能說幹話 最好不說話 如果硬要說要說什麼話 巧話 這個很重要的概念 很多人搞不清楚 比如說我的公司 一些國企 私企 外企的行業 有時候年中 檢討那個福利 你認為我們公司要不要 對福利有什麼看法 大家都可以談嘛 反正今天大家敞開心中 批評一下公司 也就是有人會批評公司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那個 李廣南風 那麼厲害那麼會打仗 有沒有 晴時明月 汗時光 萬里征戰 人未煩 但死龍城非降在 不叫胡馬 杜英山 那個李廣 那麼厲害那麼會打仗 就不會升官啊 幹到忠孝 就是沒有辦法升將軍 你要怎麼辦 那個逢堂那麼聰明 漢武帝問他 他就逮到機會 跟漢武帝對幹 講那個話就跟漢武帝刺激 當然不能升官啊 有時候要說巧話 巧巧地摸到領導 對不對 讓領導覺得 左手拉右手 好像回到189 哎呀 真的太爽的感覺 你就會 升官 聽好這個話在跟你講什麼 你既然要富貴賢中求 你就要保證 不會被那個領導 被那隻老虎吃掉 那你必須要把 要有那種實力 沒有實力要有武力 比如說老虎向左轉 你就要向右跑 老虎向右轉 你就向左跑 懂不懂 他在跟你講 角度的拿捏 講話的藝術 聽好 雖然老師常常會講一句話 懷彩不義大財小用 這句話是不存在的喔 沒有什麼懷彩不義大財小用 最重要的問題在溝通 為什麼我叫各位不要怪力亂人 我又叫各位去論命 論命就是透過另外一套系統 來看到你的優點缺點 老師的八字不好啊 對啊 生來六月 持勿健備 行年四歲 舊朵母字啊 然後祖母留 閩城 姑若公親撫養 然後承嫂多疾病 對不對 零丁姑姑自己成立啊 就是這樣子 但是你知道自己的命盤不好的時候怎麼去弄 補強 你脾氣不好控制一下 書讀不夠趕快去讀 講到讀書 台灣那個台積電 他的員工全球快六萬個 百分之八十碩士畢業 聽好 百分之八十碩士畢業 你看我們都會掉汗 也就是說找個工作都要碩士 各位你看到這種報導 你看了不會汗從這裡流下來嗎 所以八字就跟你講哪裡不足趕快補足 哎呀我沒有時辰傷官 趕快把專業能力弄好 不然就等死嗎 等死嗎 論命的重點在跟你講 你不足的地方趕快補不足 天嘛 損友誼 補不足趕快去補就好了 那我們今天理瓜就講到這裡 一樣 喜歡老師的這個 視頻 一定要加入訂閱 按讚或分享 今天就講到這裡 祝各位平安喜樂 我會一系列把它拍完啦 等到這個64塊拍完以後 我們再來講梅花易瞻 什麼叫本卦 什麼叫護卦 什麼叫變卦 什麼叫錯卦 什麼叫中卦 我們不是常講一句話嗎 哎呀糟糕 這個事情可能有變卦 還有一句話 我覺得這個事情非常的錯中複雜 錯卦跟中卦全部在裡面 有沒有 所以我就跟你講唯言大義啊 你不要看這種易經 我們很多語言都是從裡面過來的 還有格 有沒有 格卦 革命的格 那個以後講到那一卦都很嚇嚇叫 我今天就不跟各位談這個 格卦49卦 你講到那個地方 又有一篇可以講 起碼可以講三個小時 好啦 因為 那個帶子的長讀女 我就不講太多 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 拜拜 祝各位平安喜樂 拜拜